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感应篇第七十三节 古买虚欲 包住信心 这个两句话以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打知名度 诸节里面引用的孟子 庄子的两句话说得很好 孟子说 有住内也 必行住外 庄子说 明者实至兵也 这个是古大德的见解 所谓 设置名归 何必要去求知名度 由心去求知名度 这个心已经不善了 所以下面说 包住信心 储藏的 在里面的心 不善了 您 自己 有时候觉得是个好事情 而实际上 民意识也不服 鬼神都记住 也可以说 一切当难的给民 所以故人 诉求求的是对心的借链 所以故人 诉求的是对心的借链 绝不求明身的悦养 对福菩萨 为了教化众生 自己也不宣扬自己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在古籍里面看到 释出世间的圣险 没有一个不是自己情绪 而尊敬别人 太局别人 我们想想其中的道理 果然能够参透了 我们也就学会做人 心善 行善 我们得的古报善了 心行不善 要想得好的古报 没有这个道理 世界 世界 为什么 会这样的作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 学佛的人晓得 一切法从心相生 种种在变 都是由于我们心相 而显现出来的 我们包藏不善的心 自然就有不善的果报 我们学佛 佛菩萨 用的是什么心 佛菩萨所用的心 佛经里面常讲 菩提心 菩提心 是真尘性 好善 好得之心 成就别人之心 这是真善 所谓的 所谓的是 至于至善 在古报里 也是第一殊胜的果报 我们要明了 要觉悟 要认真 努力 去求啊 佛师们中 有求必 希望我们深深体会 这个道理 明文力啊 应当 语言力 这些都不是好思考 世间人 必求 迷惑 电脱 我们看古今中外 世出世间的圣行 从来没有去追求明文力 从来没有去追求五欲六成的享受 所以他们的道德 文成就 功德 人员满 这个功德呢 是帮助社会 帮助一切众生 建功立业 虽有殊胜的功德 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所以 永远是那么样的谦虚 永远借鉴 永远对人 对私 对我 恭敬 这是我们应当确定 下面年纪 错人所长 户籍所短 这个也是大病 从现在地方来着呢 从嫉妒障碍来着 看到别人有好处 胜过自己 详尽方法 是这样的 自己的确定 以尽心尽力 去遮盖 这是大物 可以欺骗世界人 但是 欺骗不了佛菩萨 欺骗不了鬼神 总而言之 都是我们自己 迷惑电倒 念头错了 错在自私贼 从这些地方 我们能够体会到 坚固的物质 一切都是为了我 我是什么呢 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见 我见就是执着 我们讲的成见 执着有根火 执着这个身生活 这个是所有业切错误的根源 从这个里面起了 生起了 我爱 我吃 我慢 我一时经问 你们讲 四大烦恼 长相随 这四个东西 就是世间人执着的 我们细细想想 对不对 佛说的这四个字 其实就是贪嗔痴 我爱是贪 我吃是吃 我们 我们 是称惠地都 生的傲慢 这是我们 无量见来 生死轮回的病根 这个根要不能够拔除 念佛也不能往生 这是我特别提醒同学们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希望真正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这一点不能不留意 只要不能放下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还是为自私自利 对待别人 嫉妒 刚爱 自己的确点 尽量的掩盖 这种行为 怎么能往生 念佛念得再好 一天念十万声 也不能往生 必须要知道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心地都是真诚 清净慈悲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如果具备了真诚 清净慈悲 念佛就决定得生 第十八月 一念深念 必定得生 他的条件 就是真诚 清净慈悲 真诚 清净慈悲 菩提心 真诚心 是菩提心的体 观无量寿经上讲的 至尘心 清净心 就是身心 慈悲心 就是回向法院心 所以具足这三心 灭佛才能往生 这三个心没有 完全跟这三心相违背 除世待人皆无虚伪 不诚实 自私自利 贪图名文利 充足 总是希望炫耀自己 自己在别人之上 错了 身心没有了 对待别人 不是真的慈悲 假慈悲 什么叫假慈悲 对我有利点 对他就好一点 慈悲一点 对我没有利点 置之不问 一切都是厉害 作为衡量的标准 其实 他的想法看法全错了 他所看的利 眼前的小利 这个看错了 眼前小利 你得到了 往后的大害 你必须要承受 佛在经典当中 对我们的教会 佛的确是苦苦破心 教化一切众生 可惜众生 麻木不忍 体会不到 这一切众是苦苦破心 就是孝亲 尊世 敬一三福 第一条 孝养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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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掌 从这个地方做起 做到究竟圆满了 就震得无上不体 所以佛的骨位 是孝道跟思道的缘满 我们不能够依教奉献 不能够改过自新 不孝 不孝啊 不敬啊 感应篇里面 太上训事是忍的 善法 我们不能行 是不孝 是不敬 务法 不能改 是不孝 是不敬 所谓是 忘恩负义 被死判到 这样的人 还会有什么成就 首先 我们要救自己 要知道 自己无量级 堕落在生死轮回 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 这一生当中 非常幸运地遇到佛法 佛的教诲 我们懂了没有 我们信了没有 游不游戏 游没游戏 一教风险 首先 自己要做到 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 别人能不能做到 我能帮多少忙 只要尽心尽力 功德就圆满了 他肯不肯听 肯不肯做 是他的思绪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社会上提倡着民族自由开放 谁也没有权力干涉 谁 所以在这个时代 父母 不能够 管教儿女 老师 不能够 杜促学生 自由开发 那么能不能成就呢 完全靠自己 努力了 自己能不能体会 自己肯不肯发愤 肯不肯学圣人 学贤人 学做佛菩萨 古时候啊 父母司党 可以勉强 学生 弟子 去做 可以勉强 他去做 现在不能勉强了 不但呢 这青少年 不能勉强 儿童都不能勉强 过去 我们住在美国 各比 是些 当地的美国人 中国人 这个父母 管教儿女 骂他几神 打他几下 他哭了 各比人听到了 给小朋友说 要不要我帮助你 我打电话 就叫警察 把你爸爸 抓 妈妈 就抓去坐牢 虐待儿童 你看看 有什么法子 儿童都不能管教啊 现代的社会 跟我们中国古时候观念 完全相违背 一到八十度的违背 这怎么得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灾难 我不相信 我看到 墓西里面 美国的一些 统计数字 我很担忧 即使我们现前 能勉强平安度过 二三十年之后 怎么办 现在这些儿童 长大了 那是什么样的学会 不堪设想 所以现在 古无神先贤 这些道理 我们唯一能做的道理 是多讲 多多的劝导大家 希望广大群众当中 能有几个觉悟 能有几个回头 给没有觉悟的人 做一个好榜样 这就是大慈大悲 决定不能再做坏样子 做坏样子 那就是恶魔 陷害这些苦难众生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学习 太上教导我们 善心 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 卧行 卧行 我们要常常 反省 谨点 改过自心 不辜负 不辜负 应足 一生 这些法师 这些法师 大德 他的智慧 能够见到 世间的一些状况 悲心 提出这些东西 来救我 救护我 唯有我们 我们有这个深刻的认识 深深的体会 我们才能够发心 继继 继续 把他的教学 发扬广大 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 帮助苦难的众生 首先 要自己成就 自己不能成就 要想帮助别人 这佛经上常讲 无有是处 自己 必须 绝无 痛改前非 请不吝点赞